我现在把这颗小盆景做一个适当的修剪 因为盆景身上的速度很快 然后要经常的跟进它 要进行一些修剪保持一个形状 要不然就长得慌了或者长乱了 好多人拿回去说盆景不太好养 老是养不活着呢 其实这都不是问题 我们先说减枝的事情 减枝一般来说 你能看到平行枝 交叉枝 或者是内唐枝 或者道生枝等等 这些枝条都给减掉 你能记住这一点东西就已经足够了 然后一般来说 我们这个盆景能养出了一级枝 两级枝 三级枝 然后接一个顶 这个顶这个馒头顶最好 每一片你可以变成一片一片的云飘过来 或者是一朵一朵的云过来 这就比较可以了 养护的时候所有的木本质 其实它的养护知识都差不多 就是你不干不浇 干了浇透 但是盆景的文艺有一点 因为一个树的庄组 相对其他的草本质要比较大一样 这个树大盆盆土又比较少 所以你夏天的时候 你比方太阳直晒 这肯定是很容易失手 然后你冬天的时候 你如果浇上水再一冻 这个盆土少呢 它也又冻成一块冰块 包括那些里边的根须也都冻成了 直接冻成了冰丝了 那样的它肯定就不能够成活 所以你在养护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个阳光空气水 这三点就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你比方你可以查一下 对于木本之后 大多数情况是不干不浇 干了浇透 但是你如果是 你对于每一个单独的一个品种的树来说 你就要再去适当地查一下 它到底喜欢阳光 你放在阳光多点地方 还是喜欢明亮散光的地方 或者它喜欢水 要尽量剥浇 或者它不喜欢水 少浇 能够注意到这一点 这个盆景就能养护好 其实真的也没有像大家说的 因为经常说 这个盆景养不活呀什么的 不好养 其实都很好 只要你留心 爱它 注意植物跟人一样 你怎么样对待人 怎么样对待植物 你就一定能养好它 当然就这样的情况 我是老楼 如果你也对中国传统文化 盆景艺术感兴趣的话 那么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 并且咱们一起探讨交流 共同成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